大家好,欢迎收看加建奇观栏目,我是主持人Sara 加建奇观,让贷款变得简单 大家好,我是Alvis,徐佳琪 还记得7月份我们的节目里 我们就说到温顶贷款上半年的业绩 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时段的业绩 听说你们在去年两个月里的收获更是喜出望外 那先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对啊,Sara 我们8月份是整个团队真的是非常忙 8月份已经是今年最好的业绩 8月底为止已经有2亿的贷款金额 这个数字真的我也没有想过 那疫情还没有过去 我们这个温顶贷款集团 现在就有这么出色的成绩 非常让人佩服 那说到疫情 很多人都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目前我们疫情初期的时候 很多人申请了延期贷款 那现在这个延期贷款 即将在9月份和10月份到期了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经济跟楼市都逐渐复苏了 所以金融监管局也决定不会再继续这种延交贷款的政策 所以很多客户都会开始要付贷款了 很多人这段时间也会可能会去看一些房子 或者是有一些换房的计划 但是因为他们有申请过这些贷款延交的手续 如果银行看得到的话 在办贷款的时候会是有影响的 那通常你们都对客户采取什么样 告诉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吗 好像我们刚刚有客户他准备要有换房的计划 我们都会特别去问客人有没有办过这些申请 万一他有办的话 我们都要他去尽快去跟银行那边结束了 或者是尽快停止这个延交的安排 必须得是跟银行告知这种 对 我们有个客人就是因为他当天去了银行 然后银行给他一个证明 那当天我们就把他的贷款批下来 那从三月份疫情爆发到现在 疫情已经困惑我们大温半年之久了 那人们在购房投资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变化 在过去六个月除了利息走低以外 很多客人在选择房型跟地点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很看重的都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点 因为除了房子价钱比较低 住的面值比较宽以外 他们通常都会带一些出租单位 那这个对于贷款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公众号文章 特别讲到这个贷款难 其实比想象中更有钱这篇文章里面 就特别讲到怎么用租金 来获得更多的贷款的方式 就是说其实我们宅时代到来以后 大家不需要去城市内去上班工作 那他可能就是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 很多人就是同样价位的房子 可能在公寓可能现在要100多万 那我同样把这个同样价位的买公寓的钱 我去在郊区买一个地比较大的独立屋 可能更方便他把贷款申请下来 对对那些上班族来说 他们不需要在公司工作的话 他们真的可以用同一个价钱 在偏远一点的地方买一个更大的房子 对他自己对他整个家庭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而且还有同时可以容纳租客 帮助他付贷款 对就一个很简单的计算方式 一般来说你的收入可以带5倍到6倍 但是如果买了一些有出租单位的房子 你的收入可以达到10倍到12倍的 有这么大差别 非常大的差别 这个很多本地赚钱的人来说 这个是很有利的一个政策 很多时候去银行 银行就会说你的收入可以带5倍带6倍 他一算 对啊 那我可能我还是只能买个公寓 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出租单位帮助的话 他可以做到10倍到12倍 那就差很远了 如果一个家庭有达到10万的收入 他就可以达到100到120万 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当然利息是走低的话 很多人前几年做的贷款 他们都会有想 希望从比较高的利息换到低的利息 那我都可以分享一些案例给大家在这边 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梁先生 他两年前做了一个贷款 大概借的是50万 那还有三年的合约 利息是3.14 他是希望看到 因为借债利率都是低于2了 所以他希望能看看 有没有可能换到现在的利率 那我们帮他很简单的计算了一下 因为他三年未来的利息负担是4万2千块左右 那现在重新做这个贷款是1.95 那我们帮他算了三年的利息只有2万7千 所以他总共省的钱都有差不多1万5了 那1万5的话 对于他的罚金来说 这个还是值得换的 他罚金大概会占比方说1万5的 罚金大概是1万块左右 那也合适 他大省了5千块 对他来说也是不少钱了 更典型的更多客人 就是他本身在非五大银行做的贷款 就好像我现在想说的一个客人 就是他是自雇的 他开了一个餐厅 就开了一年多 当时候他用了房子做了一个二代 所以他两个贷款 银行的贷款27万 二代的贷款18万 当时用那个钱来装修 他后来就透过朋友找到我 他就很想把那个二代 跟一代重新组合一下 那我后来就建议他用一个 债人担保的方式 叫国内 叫什么担保 就用国内的家人 家人担保 担保他 因为他的收入是不够的 不够 甚至是不能用 因为他的自雇没有两年 透过这个方法 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五大银行的贷款 46万 就把他一代跟二代全部还清 那他一代二代的利息应该会很高吧 特别上二代 他一代利息还好 但是他二代利息就10% 他就很想换掉 因为那个二代是几环利息 所以他想重新组合 做到一些能还本金还利息的一些机构 那我们帮他做的那个时候 是应该是三四月份嘛 那个利息的二点几 而且还是很低 那个时候来说 很不错 对 那你这个组合的办法 每个人都可以 如果有这种情况 都可以进行组合吗 还是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一般你的房贷的比例 不要超过65% OK 就是你的房价的比例 不要超过65% 那信用不会有很多问题 房子不会超过两套 一般都可以做到的 另外分享另外一个例子的 它是自雇了 这个也是自雇 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开店 对 疫情影响很多 因为他那个是做SPA的 SPA那肯定是更没有收入 大家都需要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是不能开店 所以他们当时想 他看中一个人家转让的的话 他很喜欢 因为价钱也是挺低 但是他就做不到正常的贷款 所以当时我们就先建议他做一个过度的贷款 利息是7%左右 肯定是不低的 但是他喜欢没办法 对吧 那千金拿来买新头号 那但是那个是一个过度 我当时很明显告诉他 后来政府也允许营业了 那我们就把它换到小的银行 那个也是3%左右的利率 那你已经从7到3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实现到3的这个利率 对 很棒了 而且第一代也是你们帮他做的 是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代理各种各样的银行 金融机构 很多客人真的不一定能够做到大银行的要求 有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给客人做一些指导 安排 让他一步一步走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一种贷款利率 这个就是我们很主要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温顶贷款为什么做得好 它是真心用 就帮助站在客户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 所以说你们才会在不断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有积累更多的经验 而且呢也不断的帮助客户一直到他们每一项的这个贷款项目 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产品是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你去客人喜欢去银行 那银行只有一个产品 那不行就不行 但是我们代理的产品有四五十家 那如果你在我这边都没有合适产品 那你基本上你在外面也不可能找到 对于贷款越来越难的情况呢 其实选择我们这种代理是更合适的一个方式 省钱省时间 听说咱们温顶贷款从八月份开始呢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线上讲座了 线上讲座的这个上座率啊 和参加者的反馈啊都非常不错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家电器官的观众朋友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次讲座分享的到初衷是什么 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与进来呢 因为我做了这个贷款的业务已经做了八年 那中间有很多客人都慢慢会需要更多的服务 比如说理财保险 甚至他们的家的保险 活险 还有商业多么做生意要买保险 这些需求就导致我过去两三年开始就陆续去再扩展这方面的业务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贷款以外 金融理财还有保险也是我们很主要的业务 客户也增长也非常快 现在因为疫情了很多人都希望在家里面听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所以我们也把过往从现场的那种讲座 换到现在那种线上的讲座 每次都会邀请我们自己的负责人或者是一些嘉宾 讲到一些专业的知识的题目 因为那个都是现场做的 所以很多客人听众都是可以当场去提问 有一种互动性 和直播的 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客人对哪些题目问题有比较多的兴趣 那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自己去问我们 观众朋友们想要了解如何参与进来的话 需要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问顶贷款的公众号 对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很多各种个人的讲座 什么时间段去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 这样的一些信息 感谢艾威斯的分享 真的非常的振奋人心 经过短短的几年 艾威斯从贷款新秀 能够到全国华人贷款经济中排名第一 再到将公司带入一个全新的赛段 着实让人佩服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艾威斯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和新生 将在后面几期当中跟我们分享 那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